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买一个底妆品 灵性带一点东西 再买一个底妆品 再带点东西 所以就是 哎呀 干脆就先给大家做一个 出印象的这一个失色的分享 购物的分享 然后你大概有一个印象这样子的 毕竟我只有这一张脸 然后最近因为各种事情吧 然后家里也有很多事情发生这样子的 所以就是没有态度的经历啊 在YouTube上边 但是我还是想分享一些美妆 用美妆去分散一点点注意力 可以这么说 可以这么说 福拉不多说 我们先从这一个斯福兰开始吧 OK Rare Beauty呢 前段时间新出了这一个 几个底妆品这样子的 然后他们家的什么concealer啊 粉底液 我都已经给大家做过测评了 已经然后感兴趣的朋友 可以在我的美妆频道当中 搜一下什么Rare Beauty Foundation啊 测评就会出来很多他们家的产品 这样子的 那他出了一个这个定妆粉 这个定妆粉呢 我已经用过了 大家颜色实在是太深了 我需要去店里面再换一个 或者是没办法这个这个就真的真的 真的颜色就是很深啊 然后我买这个色号是Light Medium 其他的包装啊 上面写的Rare Beauty 然后呢 我这个颜色非常非常的深 大家可以看到 LK 非常明显对吧 橘色调的 而且他说是为Light Medium的这一个 Skin Tone设计的 没有办法 我的定妆粉基本都集中在眼睛下边 定遮瑕 还有T字区域 所以颜色呢 是浅为主 而不是深为主啊 不应该是我的肤色 因为稍微浅一点这样子 或者是透明的 所以这个呢 没有办法 我只能把它就是退回去 然后换一个我自己的颜色这样子 然后呢 说一下他们家这个Rare Beauty的 也是啊 他新出的这一个叫Cream Bronzer 最近新出了很多很多的Cream Bronzer啊 有Milk Cosmetics的 还有什么Sye 还是Sye 那个牌子啊 我渐渐渐渐的都会给大家做 这一个总结分享的视频啊 然后如果大家想看我现在的 膏状的这一个Bronzer的话 你可以看一下 我刚刚给大家分享完的Bronzer Cream Bronzer的那一个总结的视频 这个呢 我买的色号是最浅的色号 叫Power Boost OK 我用了几次了 已经刚开始的感觉呢 我觉得颜色啊 有点偏Neutral 但是用上之后 暈染开之后 非常非常的Neutral 大家可以看一下 非常适合我现在这一个时候去用它 就是冬天这个时候去用它 就是非常的宝 我跟大家说 如果你想要非常凸显的话 就是你想要你的Bronzer 呃的话 你就不要去用它 但是如果有的朋友 你就真的就是皮肤很白皙 然后想要 嗯 一点点的这种感觉的话 这个真心不错 而且它是一种Cream to Powder的感觉 Set的非常非常快 非常的好温染 然后呢 亮也很好掌握 你也不用害怕 就是像Huda Beauty的那个Tentor那种的 就是你用太多 就是需要花一些时间去晕染的时候 尤其是高状的产品 你就会带走底妆品 这个呢 因为它有一点像Cream to Powder那种感觉 非常的薄 大家明白我的意思 所以非常非常的好晕染 那夏天的时候 我可能再去收一个其他的颜色 但是目前为止 我自己用的 还蛮不错的 而且我跟大家说 我用了蛮多的 大家可以看到 OK 所以就是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试一下 价位是非常非常OK的 我觉得在斯福兰的价位是非常OK的 好晕染 持久也不错 OK 持久力也不错 我会给大家做这一个上妆的这一个分享 斯福兰还买了这一个 这个是叫 Carly Ray 这个品牌 他们家东西蛮少的 有一个Tinted Monsterizer什么的 这个是非常有名的 叫 Call Me Come OK 走之就是 一个他们家非常有名的Mascara 就是说 非常非常非常的长的一个Tube Mascara 就是用温水就可以卸掉这种的 所以呢 我对它也非常感兴趣 那这也是一个Clean Brand 在斯福兰有卖啊 就它外面的包装 我们一起看一下它的刷头 这种刷头 OK OK 这个底妆品呢 就是这一个Rose Ink 他们家新出的这一个 叫The Hydrating Serum Foundation 我最近的皮肤呢 又回到比较中性的这个状态啊 并不是非常非常非常的油 但是偶尔会有一点点了 然后呢 这样的样子 然后呢 我买这个色号是 030号 用过之后呢 我再给大家更新一下 它也是压榜这种的啊 那Rose Ink 他们家的东西都不便宜 所以呢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稍微耐心等待一下啊 然后给大家做一个测评啊 然后那个你可以再去下手这样子啊 毕竟不便宜 OK 最后一个重点又来了 也是斯福兰买的 就是Pat McGrath Lab新出的这一个眼影盘啊 叫Pat McGrath Pat McGrath Labs 跟这一个叫 Brigerton Brigerton 合作的啊 一个Diamond of the First Water Eyeshadow Palette 我蛮喜欢这一个包装的 我说实话大家 我蛮喜欢这一个包装 为什么就是没有人头啊 颜色 大家可以看 这么大一盘 六个颜色 打造成这样 OK 但是我看它的试色 非常的好看 OK 然后 简单给大家试一下 我简单给大家试一下啊 绿龙的 哦这个颜色 哦这个颜色 颜色是蛮漂亮的 这个颜色非常好看 这个颜色非常的sheer啊 就这个颜色 非常的sheer 非常的薄 然后呢 下面这几个颜色 非常的creamy啊 哇 这三个颜色我看网上的试色的时候 我就已经就是爱上了啊 就这个颜色比较sheer一些 非常好看啊 非常的creamy 然后既然我们说到这个颜色盘 说到这个颜色盘 Petima Grand Labs这个颜色盘 我就说一下这个颜色盘啊 这个是韩国的品牌cleo他们家的颜色盘啊 去年就是在整个youtube上面非常火啊 然后这个颜色呢 然后这个颜色呢 叫08号 into the into lace 里面有一个lace的膜 我跟大家说我非常喜欢这一盘的雾面 而且我用烂了 我跟大家说上面这一排雾面 OK 大家看一下 这一排雾面 非常的silky 好上色 好晕染 容易build up 而且我跟大家说非常非常适合我们这种亚洲的 你想要这种自然的 这样的一个妆容 非常的好看 这个比3CE的 就日 也是韩国那个 不是去日本 3CE那个要好太多了 好太多了 但是我不喜欢下面这五个颜色 下面这五个颜色 好好好好好 干 粗糙 那个字 cheap OK 大家 你可以说 bling bling 这种感觉 都很有一点点那种感觉 那种比较刻意的感觉在 但是大家看一下我眼睛上这一个 这个是 Natasha Denona的那一个 Face and Cheek Palette Eye and Cheek Palette 那一个 里边的 glitter 非常非常小的 glitter 这一边 这一个 大家看到 就太 太大了 大家明白 我的意思 就是太刻意了 太刻意了 这个颜色跟最后这个颜色 就是这两个颜色 我可以搭配着用 但是其他的这些都太大偏了 而且就是不太好戏 就是会 就是戴隐形眼镜的朋友都知道啊 就是会啄在这个隐形眼镜上面 非常非常的不舒服 所以呢 我喜欢上面的雾面 我看它网上好像有这个专门的雾面的两盘 我已经把它们就是想要收 就是那两盘我已经 那两盘我想要收一下这样子 我非常惊艳上面这五个颜色 OK 这五个颜色 超级漂亮 我真的是 大家看一下我用了多少啊 就是 才买的 最近基本上就用这个大底 非常非常非常的好看啊 非常的好看 但是底下那五个颜色是废料 但是I don't care了 因为我很喜欢上面的五个颜色 非常喜欢上面的五个颜色 OK 这亮片真的就是掉的到处都是 OK 我们就说我在Alta买的这几样东西啊 先从这一个Chanel开始说吧 那天我说我要买Chanel的 高状的这一个腮红 跟这个Cheek Bomb number one系列的 这好有朋友给我留言说 玩玩玩 用完再买 太浪费了 但是我已经下手了 因为我真的很喜欢这个 所以我就要多收几个颜色 它好像是六个颜色 还是几个颜色 然后我又吸收了三个颜色 那我现在这一个用的颜色呢 叫Healthy Pink 这是它的number one系列啊 我给大家简单做一个试色啊 这个是它的 Wake up pink Number one系列的这一个粉底 不然也没有收啊 朋友们超级漂亮 超级漂亮 OK 这是它的四号叫Wake up pink 在这里边 我今天拿着做一个试色 这个颜色完全可以用在我的嘴唇上边啊 比较sheer一些 但是上了脸 我跟大家说就是 这个腮红就是你看试色 真的是看不出来什么 但是上了脸之后 你就会很惊艳 而且我真的是挺惊艳的 我觉得哦 原来还可以用在定妆粉的上面 有的时候真的你会忘记啊 就是哎呀定妆粉 打到脸颊上面了 怎么办 就今天又不能用这个膏状或什么的 但是这个 超级漂亮 我知道很贵了 但是如果对这个感兴趣的朋友 你可以收一个自己比较喜欢的颜色啊 然后这个呢 颜色是叫Livelly Rosewood 这种的 知道 看不见啊 到这里 然后下面这个我们看一下 最后一个 最后这个颜色呢 比较deep一些啊 这个是 但是我的肤色是可以用的啊 三号叫Vital Beige OK 那 No.1系列是这个大的logo啊 如果大家买过它新出的包包的话 它现在是大的这个logo在上边 所以就是 所以就是 OK 提一句 然后这个颜色 这个比较裸色一些啊 这个也可以到这一个唇上的产品去用它 然后这个颜色是 三号色Vital Beige 然后给大家试一下 我第一个买的这一个healthy pink 这个我真的用了很多的 可以看一下 刷子比较好上色啊 我喜欢用刷子上色 OK Healthy Pink Healthy Pink Vital Beige 然后这个是那个Rosewood那一个 然后这个是什么Pink 看一下什么Pink 四号色Wake Up Pink 上面这个 它同一系列的这一个面霜我也有买啊 然后我已经打开用了这样子的 啊 这是它的No.1同一系列的面霜 在这里边 这是我跟三红一起买的啊 然后因为我是先买的那一个 粉底液后买的这一些东西啊 然后 今天我有用啊 刚打开用 今天是第一次用这样子的 味道呢 有他们家那一个 就是粉底液香水的味道啊 质感呢 就是普通的膏状的这一个啊 面霜 保湿力呢 我觉得是非常OK的啊 我自己不太喜欢这一个 Chanel的一些抵妆品原因 是因为 不是抵妆品了 护肤品原因 是因为多多少少有点把干啊 然后 我蛮喜欢他们家以前的那一个 Love Black的那一个美白精华 但是 它改了配方之后 让我过敏的非常严重 所以那一系列 我只能用洗面奶了 现在啊 这个是这一个 那 接下来呢 我会给大家做一个 这一个 Full Face的上妆啊 然后 这个品牌呢 我还没有打开 大家 OK 我马上会给大家做一个 Full Face的上妆啊 这个品牌是 Florens by Males 那 我之前不太关注呢 是因为我对 我对这个 就是所谓的 Celebrity 这一个彩妆 没有做太多的 这个研究 是谁谁谁 会干嘛干嘛的 我是那天看 我忘记看哪一个 美妆博主了 他非常喜欢 他们家的这一个 Cream Blush OK 而且我看他上妆的感觉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 以至于呢 我一看 这个品牌有很多很多的产品啊 我就买了几样 我觉得适合我 我可以用的 这一个底妆品啊 或者是一些其他的产品 然后 给大家做一个上妆 如果你对 这一个品牌也感兴趣的话 我买的这个色号呢 叫Glowing G 试一下 哇 哇 很好上色啊 有一点Shimmer在里边 也不是Shimmer 刚才Glitter好像 有点Glowy的感觉在里边 质感呢 有点Slipper那种感觉 但是很像那个 Rosey Ink 那个品牌的 彩虹 但是价钱是Rosey Ink 的较近一半啊 所以 OK的 OK的 我们上脸再说 然后这是他两个底妆品 一个是他的Tinted Foundation 应该是吧 Skin Tint Skin Tint 我买的色号是 030号 大家说完 怎么都是030号 基本上030就是我这种 Light to Medium中间这个颜色啊 看一下 有点黄感觉 里边怎么有点分崩离析的感觉 然后也是一个压榜这样子的 30毫升的产品啊 这个品牌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 可以期待一下我接下来的这一个商装测品啊 这个是他们家的这一个粉底 然后呢 我还买了一个遮瑕膏好像 OK 遮瑕膏 我买的是045号 我买的是045号 这个为什么买这么深 045号OK的了 OK的 OK 这是12毫升的产品 我看一下他的包装是什么样子的 这种的 有点像LC那一个serum concealer的感觉啊 这个LC那个concealer可不便宜啊 然后呢 我买了一个他家非常有名的 就是断货的一个产品啊 是他新出的这一个bronzer 叫marblebronzer 我这个色号是 我再填填了 我这个色号是什么 warm tone 还有一个couture 这个呢 我第一次看的时候 的确是断货的 然后那天我上去一看 哎呀 有货了 然后我就直接买了几样东西 OK 像这样子 来试一下 它是shin的 它是带shin这种的 颜色比较neutral一些啊 虽然是warm tone 但是比较淺一点点 哦 它有很明显的shin在上边 大家看一下 非常明显的shin在上边 我是不介意bronzer带shin了 OK 我很喜欢shin 最后一个是他们家的这个口红的产品啊 他们家那个lip oil 好像非常有名 但是我现在不太想用lip oil 哎呦啊 呃 这个是他们的lip mousse 这个色号呢是beautiful 看不清 我的眼睛飞掉了 这个包装非常的小啊 非常非常的实 太小了 我的手很大 我都拿不住 OK 这是它的shuttle 这种mousse的产品就很多很多了啊 很多日韩系都有 我不太喜欢它这刷头 说实话也太软了 但这个颜色我的妈妈 其实颜色跟我今天衣服蛮搭的 OK可以的 具体的话我们上装再说了啊 上装再说 然后说几个这一个零星买的这样东西 也是就是他就是最近我自己在奥特看新出的这一个产品啊 呃 一个是美宝连出的green edition系列 呃 大家知道美宝连接见也要改版了 原因是因为它的这一个成本的关系 那现在的整个市场的营销策略就是我已经成本之前的成本实在是花不起了 对吧 然后我用同样的一个东西 但是我重新再弄一系列出来 加一点点钱 只能这样出再出现啊 没办法 那这个是他 吐槽一下 因为你用的时候你会感觉到 就是这个东西变了个形状啊 变了一个包装 东西没变 他明白我的意思 这个呢是新的产品了 美宝连他们家的green edition tinted oil 这个里边 OK大家 那我买的色号呢是040号 大家觉得颜色可能稍微有点深啊 我已经用了几次了 颜色呢是对于我来说是非常非常OK的这样子的 不像我脸上这个这么深 我脸上这个是Dior的粉底液 已经给你养化了 然后呢 然后呢 这一个是20毫升的产品 13块9毛9还是十几块9毛9 我忘记了啊 朋友们 我当时是八折的时候买的 然后八折的时候 顺带有那一系列是不包括在内的啊 然后其他的这些是包括在内的 20毫升的产品 你可以算一下性价比是什么样子的 性价比非常的低 质感呢就是有点像Cosas的那些tinted oil 或者像careways那一个 质感就是跟我喜欢这一个大于欧莱雅的那一个tinted drop 但是不是我最爱的 我可以继续用下去 但是不是我最爱的啊 我会给大家做测评了 给大家做测评 用不好的话 假如说今天我的皮肤不在状况的话 会让我起一些小哥的 就过敏的那种小哥的 OK 然后这是他们家的Mousse Mascara 也是同一系列的 我先给大家看一下他这一个刷头 OK 不想再用第二次这种的 就是刷头太大了 我没有那么大的眼睛这样子的 然后我就觉得非常非常的OK 然后长度OK volume OK 黑度OK 持久力OK 就是非常OK的一个贵的钥匙的开价品 11块9毛9 你没听错 美宝莲的睫毛膏 11块睫毛9 OK 这是美宝莲这个 然后呢 我说一下我今天眼睛上这个睫毛膏 那我今天眼睛上这个睫毛膏呢 我用的是这一个 这个我之前有给大家提过 就是欧莱雅的Bambi 当时呢 我那个晕染的非常严重 后来有朋友跟我说 爸爸你用一下防水的 所以呢 我就买了一个防水的 上面写的是Waterproof 不想晃到大家 这是他的刷头 我跟他说 你不要觉得这个刷头非常的大 说哎呀 你刚才说美宝莲那个很大 这一个大 但是你可以刷得很好 大家看一下 OK 我觉得眼睛上映的是这个 我非常喜欢他带给我的 这个volume跟黑度啊 我还是喜欢欧莲雅的睫毛膏 大于美宝莲的睫毛膏 这个是Waterproof的 一点不会预染 所以这个我蛮喜欢的啊 然后感谢你的朋友可以试一下 如果你喜欢这种自然妆效的话 OK 好了大家呢 以上这些呢 就是我最近买的一些彩妆品啊 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简单做一个试色 做一个初步的有一个小印象 在这里 如果你对这个产品感兴趣的话 给大家做一个小小试色上的参考 然后有很多呢 我用过的 我就简单给大家做一个review 然后我没有用过呢 大家期待一下 我接下来的这一个上妆 加测评啊 那今天的这一个美妆日记 就分享到这里了 然后如果大家喜欢 今天这篇美妆日记的话 就多多点赞一下 现在的朋友 如果你对美妆 或者对彩妆感兴趣的话 订阅一下 万万的美妆频道咯 我们下篇美妆日记 再见咯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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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 by bwd6 by bwd6